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的橋的鮑勃 東京都人口將近1400萬 面積大概是台北市的10倍 第一次在這樣規模的城市旅行 應該可以玩個五天四夜不會膩 但如果你已經來東京好幾次了 會不會想要在旅途中換個心情看無敵海景 參訪日本國寶城池 大Outlet寫拼 仰望壯麗的瀑布 泡個溫泉 欣賞美麗的紅葉 探索深山中的神社 或吃看看當地美食呢? 本集影片Bob就來介紹 從東京出發一兩個多小時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景點 安排個兩天以夜遊絕對值得 那我們看下去吧 富士河口胡丁 位於山里縣南都流的郡 距離東京大概100多公里 從新宿搭乘巴士 或是電車 大概兩個小時左右就可以到達 這裡雖然人口不多 只有兩萬五千人左右 但面積超過台北市的一半大小 大多數的景點都還要在河口湖畔 西湖 富士吉田 人野村都有不錯的景點 有開車的話是最方便的 那我們就來介紹幾個河口湖大區的景點吧 那由於取材的時間限制 有些大景點都流到以後再介紹囉 富士山河口湖景觀纜車這個景點就是如其名 搭纜車 上山看富士山 雖然聽起來簡單 但絕對是一個非常值得玩的景點 搭乘三分鐘的纜車可以達到標高1075公尺的展望台 可以360度全景觀賞富士山 真的非常心曠生意 山上的Tanuki茶屋 有販賣一些青食 讓你邊看山邊吃東西 離纜車走路五分鐘左右 來到武田信玄的戰國廣場 這裡看到富士山的景色更無遮比 真的很微 當成來到河口湖的第一個景點 可能可以讓你瞬間愛上這裡唷 仁野八海位於仁野村 在河口湖跟山中湖的中間 這八個海 或應該說是八個池子的來源 為富士山融化並經過80年過濾的雪水 特色的水質非常清澈 1985年這裡被選定為全國名水百選 仁野八海為2013年富士山登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構成資產之一 這裡自古以來以神之權被崇拜 每一個池子都有他自己的傳說故事 大家有機會可以上網查一下唷 北口本宮富士淺尖神社 是富士山眾多的淺尖神社的其中一個 也是富士山世界文化遺產的構成資產之一 淺尖神社主要是以崇拜富士山為主 大多數都在富士山的視線範圍內 如果距離比較遙遠的話 就會興建富士種 比方說這個位於東京多摩川的淺尖神社 北口本宮富士淺尖神社 是一個非常有歷史的神社 今年有許多文化財 比方說本店建於西元1615年 然後1594年建立的西宮本店 都是國家指定的重要文化財 大使公園是另外一個 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好景點 沿著湖畔遊步道 看著河口湖跟富士山的美景 真的是不得不讓停下腳步瘋狂拍照 晚上來這裡也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照片喔 在西湖附近有兩個可以探險的洞穴 富月風穴到昭和初期為止 是儲藏殘泳的天然冷藏庫 拜訪洞穴前 可以在青木原樹海稍稍散步一下 接下來建造總長201公尺的洞穴中 可以參觀古人當作冷藏庫用的冰庫 以及產檢跟種子的儲藏庫 明澤冰穴跟覆月風穴一樣都是熔原洞穴 內部平均溫度約3度左右 可以看到冰壁跟冰柱 總長153公尺 不是很好攀爬 所以體力不好的人可能要斟酌一下 但鮑伯是在洞裡還爬得滿開心的 也很喜歡洞中的神秘感 鮑伯剛剛提到在河口湖這一帶開車很方便 而且沿著湖畔兜風的感覺真的很好 還可以到遠一點的山中湖 從Paramorama台 看另一個角度的富士山還不賴 從河口湖開車大概40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達金剛線的御電廠Premium Outlet 簡單來說這裡就是號稱擁有全日本店鋪數量最多的Outlet 目前總共有290個店鋪 絕對可以讓你在這邊購益整個下午 如果想要持續欣賞美景的話 從河口湖開車一個小時出頭 可以到達賈府的知名景點 深仙峽 這裡有幾個很威的稱號 日本第一峽谷 平成白井第二名 日本遺產 一路用散步的方式可以過漲到幾個景點 比方說花岡岩風化水石而成的絕緣風 落差30公尺的鮮鵝瀑布 以及各種不同的奇岩怪石 也建議大家達成深仙峽ROPEWAY 到標高1058公尺的羅漢四山PAROLAMA站 欣賞極佳的風行以及富士山 在河口湖一帶有很多住宿的選擇 價格合理跟高級的飯店均有 鮑布這是推薦價格合理的MyState飯店 淡季房價不到一萬塊日幣 特色就是早上起床的時候 可以看到富士山的美景 如果沒有機會吃到飯店的晚餐的話 Bobbo推薦這裡的串燒跟山裡當地名產 HOTO的山路源 這裡本身的建築就有150年的歷史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套餐 用非常傳統的方式烤肉 真的是有趣而好吃 另外剛剛提到的HOTO 是由烏龍麵加用蔬菜 以及味噌燉煮而成的一種麵食 據說是唐朝的時候 由中國傳入日本那種料理 天氣冷的時候吃超級暖和的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可以兩天一夜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影片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多元豐富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東京走路橋的頻道還有更多行程讓你參考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多多了解鮑寶跟韋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如果想要更加支持東京走路橋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讓我們可以拍攝更多種類的影片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拜拜